早上我們沒有實際用這個 雖然我只用以前的我教你對不對 訊飛語音的話您可以在這邊 那這個呢 文章的部分 我們教材的部分 您也可以從這裡找到 從這邊找 有沒有個語音輸入法 這個您從這邊點過去也可以 那我先用真正的實際操作一下給您看 那您只要在這邊 比如說我可能在 在這裡 使用這個 你看 剛剛中午的時候 有老師問我 我們就一起講的床前明月光 哈哈哈哈 他也聽得懂 那這個我先裝起來之後 您在這邊 我從後面這裡接著好了 然後再來舉頭望明月 低頭絲故鄉 有沒有發現標點浮發自動出來 這樣OK啦 所以 這個 當然萬一他有錯的 比如說在上面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 疑似地上霜 跟擬似 其實如果 捲舌音不標準就會變擬似嘛 哈哈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稍微修正一下 所以 這個 你可以來這邊 因為他也有手寫輸入 所以我把這裡錯的刪掉 欸 寫錯了 哎呀 糟糕 所以現在 疑 是 所以我們只 把幾個字 比較快吧 好 那當然我們就實際再測試看看囉 不過 我有發現一件事 以前我去嘉義新中國小的時候 我想說 我這樣用是不是都看起來很OK 結果現場找位老師來之後 怎麼他好像都跟他不太熟 只跟我是好朋友 因為我發現就是你斷句 還有就是講話的速度 還有那個咬字 會很明顯影響他的辨識 辨識的正確度 來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老師願意來前面試看看 這樣應該 應該是 比較有實證吧 對不對 才不會說 我用怎麼都OK 你用都不OK 哪位要來 可以願意來試看看 沒有的話 就只能找助教囉 好嘛齁 來來來 你看怎麼大家都 都這麼寬就說好 來來來 一個來一個來 來試看看 來 一個一個 真的真的真的 不要就兩個一起來囉 哈哈哈哈 來來來試一下來試一下 真的真的 不會啦 你試一下 搞不好他還是跟你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來 這樣 上電視沒關係吧 應該是 好來 我 你有先想好你要講什麼嗎 可以醫學的也可以是 私詞的都可以 可以醫學的也可以是 私詞的都可以 唉唷 告訴他沒聽清楚了齁 大聲一點沒關係 不然就靠近一點 哈囉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參與這一次的TA演習 因為人家不知道什麼叫TA嘛 哈哈哈哈 了解齁 所以 這樣還不錯吧 這樣現場抓一個來測試 還OK 那你要很明顯的一個 一個動作叫什麼 你的斷句要清楚 標點不話就會出來 不要說那個字都黏在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 現在 怎麼樣 你就一口氣就一次講完 那他就不會幫你加上那個 鬥點啊那些東西 那這裡呢 其實他也可以離線 我們現在語音辨識 算是成熟的 那離線也可以 可是離線的部分呢 他準確度就沒那麼高 這個跟我們早上介紹那個 Google的有沒有 或者是Speech Note的事實上是一樣 就是說 語音的辨識有兩種層次 一個是直接語意 第二個呢 在雲端的時候 他會幫你做 所謂的整句語音辨識 我今天這整句 逐字辨識完了 可是我再把它組合起來 發現可能應該是這個字 這個詞 他就幫你修正 會做兩個 那離線的就只有做一次 所以辨識度會比較差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在哪裡 您如果到 Google Play上 對了 在這邊順便提一個東西 平常老師看網頁的話 像我這個網頁還蠻長的 請問您 是怎麼看 用滑鼠滾滾滾滾 那 你用中指還是用獅子 不累嗎 滾滾滾很久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這樣看 因為我現在是放比較大 因為我現在是放比較大 對 你看 鍵盤上哪個按鍵最大 空拍鍵對不對 它會自動跳一頁 你有沒有發現的 每次都是不是跳一頁 等你全部看完了 我想要回到最上面 叫做回家 叫做回家 只有一個回家的按鍵 叫做什麼 Home 是的 Home 有沒有回來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跳到下面 因為你用滾的 你還得對一下 我剛剛是看到第幾行 對我再往下 可是它就一次就一整頁 你就會自動接著上 那這裡呢 如果你想要進入到 這個訓飛語音的話呢 您直接進入到APP 它的APP裡面去 看一下 應該是上面這個 這個文件裡面 或者如果偷欄 您也可以直接進去 就直接用關鍵字搜尋也可以 訓飛語音輸入 這裡 我直接用搜尋的好了 按右鍵就可以了 來 這樣 那您進入到Google Play裡面 在這裡 把它裝起來就好了 那它比較特殊就是它有詞彙的部分 您看我們剛剛有做一些詩詞的 有沒有 從這邊安裝 那基本上不會太難啦 原則上它說最快的話是一分鐘四百個字 我想我們要的不是不是只有速度而已 正確度還有我們的操作性比較重要 那這裡 您如果用了這個之後呢 有一個您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 它下面這邊有一個叫設置 好 在下面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有一個齒輪 我把它按一下 好 在這裡有一個叫做齒 你們這樣看不清楚 有沒有一個叫齒庫 這裡 這個齒庫 因為呢 它這個有好處 因為我們口語化的大概不用做 但是呢 如果你是什麼 如果你是就是像我們中文的部分 可能會有古代的詩詞嘛 對不對 人啊 地名在這邊 我按一下全部 有沒有發現 我有把古今名人的加進來 這樣老師再用比較容易 那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容易用到是歷史的 所以我們往下 往下這邊 像我還有把那個醫學的名詞也把它叫進來 因為有時候會用到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在下面這邊還有什麼 東漫大刀跑 東漫大刀跑 欸 對對對 有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就把它按一下旁邊這個下載 檔案都很小 檔案都很小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讓你的這個辨識度會更高 好 辨識度會更高 那 我記得它有一個歷史的 剛才有看到一個歷史的 甚至這裡有藝術的 有沒有看到藝術區域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有加進來或像我們這個人文色科的 你加進來之後 你在打相關的所謂的關鍵 就是那專有名詞的時候 正確率就會高 正確率就會高 那第二個是 如果你想要離線辨識的話 您可以到這邊 您如果要離線辨識 就是一樣在這裡 這個齒輪進去 這裡有一個叫做設置 有看到了 設置 進來 有一個叫輸入法設置 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如果平常你跟別人在用手機 在做這個分享的時候都要靠得很近 因為螢幕太小 很少用這麼大螢幕去看的嘛 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語音 就是這個 你把它點一下 那它會有一個就是離線的檔案 你可以下載下來 等於說它的辨識的詞庫 那你下載一下大概30幾MB 所以即使你沒有連上網路 也可以做第一層的辨識這樣 基本的辨識應該到來算OK 那 如果都OK的 最後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請問你的 你用的輸入法有沒有很多 在手機上的 或那個平板上的 平板上你會用幾個輸入法 沒有特別用對不對 不像電腦端你會特別裝 通常都像預設的 那預設是不是有註音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裝的這個 它是一個輸入法 但是有些時候 你會覺得 我現在又不方便 用講的 那手寫的 那個字又不會寫 還是有可能遇到 所以是不是還是用註音 你會唸但是不會寫 那個字就沒用了吧 手寫書就沒用 所以你就可以切換輸入法 但是切換輸入法怎麼辦 每一台手機都不一樣 你看齁 以我的這一台 以我這台來講 在右下角 有沒有看到一個鍵盤 就是你不管用什麼應用程式都一樣 只要你進入輸入法狀態 就可以點這個鍵盤 點這個鍵盤 有沒有跳這個出來了 我今天想要回到原本手機預設的 你就按一下這個 這樣它就回到原本的手機的輸入法 今天你想要用語音的 你就再按一下 有沒有就可以切換回來了 那有的手機不是在右下角 有的在哪裡 在上面這一條狀態鏈 所以你就只要認那個 那個什麼 鍵盤那個符號就好了 鍵盤 如果都沒有的 那你就不要問我了 我也不會 就比較麻煩 如果都沒有 你就要到那個什麼設定裡面 這樣一個一個用 只是一般來講 最近這幾年出的 應該都支援這個方式 就比較新版本的 Android的 那個作業系統 應該都OK 這樣 有沒有 就把早上的部分 講得比較清楚一點了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想要試看看 因為它這邊可以 自動幫我們把標點幅畫加進來 對大家來說相對比較方便 那麼您可以搭配我們 早上介紹的雲端的什麼 Google雲端的這個文件 因為呢 如果你只是在做草稿階段 你在手機輸入 我在這邊可不可以直接看到 可以啊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到 比如說我們上午 假設你在手機端 你打開這個Google文件 那你在手機端輸入的 電腦端會同時看到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欸我這邊摳完 我要怎麼從手機把它放進去 這支檔案就不用傳來傳去了 這樣有了解感覺了 好OK